第十一篇 支离人 泥匡 第五部 偷石棺的一双手 那仅仅是一双手 不属于任何人 可是我却可以知道 这双手是邓石的 我不但认得出那一双手 而且更可以毫无疑问地认出那一只猫眼石的戒指来 那双手显然听不到女管家的尖叫声 因为他们并没有要离去的意思 他们只是顺住墙 再慢慢地向前摸索住 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那双手是悬空进行的 他们何以能够不向下落来 这是我那时所最关心的问题 人在突如其来的刺激之中 脑子往往会想及许多无关紧要的事的 胡明也完全傻了 他当然是第一次看到一双不属于任何人的手 那双手不但听捕猎女管家的叫声 他也看不到我们在注视住他 他们仍然在移动 在半空中缓慢地前进的 并且向我们慢慢地接近来 我是最先恢复镇定的一个人 因为我究竟不是第一次看到那种离奇的情形 当我恢复镇定的一刹间 我想起了小时候听到的许多有关大魔术的传说来 中国走江湖的魔术家常常在街头演出大谢八块 据说如果有人在一旁捉住一只苍蝇 等魔术家砍下一条腿的时候 便拉下苍蝇的一条腿来 那样就会破了魔法 使得被大谢八块的人再也不能复原了 我如今自然没有法子立即去捉一只苍蝇来 而且如今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奇幻的情景 也是远远地超过魔术的范畴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能捉住这两只手 一想到这个念头 我心头不禁乱跳了起来 的确 我如果可以捉住这两只手的话 那么我还有什么秘密不可以真知的呢 我连忙向前跨出了一步 那双手便像是知道了 我无法明白他们是以什么方法获知的 但他们的确是知道了 因为他们立时静止不动 我呆了一呆 立时再向前扑去 我双手一起用力向其中的一只手按去 我已碰到了那只手 那只手是冰冷的 我可以说从来也未曾摸过冷到这样 使人心震的东西 但是我还是用力向下按去 要将它按住 可是也就在这时候 另一只手 梳得握住了拳头 一拳向我的下汗击来 这是力道极大 而且又是我全然未曾提防的一拳 我的身子不由自主向后一仰 我的双手 当然也突然松了一松 那一双手一快的 使人不能相信的速度 向后退去 他们是穿窗而出的 等我站稳身子 再奔向窗口去时 以什么也看不到了 我转过身来 女管家已停止了叫唤 胡明择面清纯 白地望住我 我苦笑了一下 给他走掉了 胡明的口唇 哆嗦了好一会 才道 我 我很佩服你 你的胆量竟如此之大 我道 那没有什么胆大 我确实知道 这双手属于一个人 绝不是什么鬼怪 那有什么可怕的 那只不过是一双手而已 胡明的声音 听来像是在声音一样 可是那 却是这样的一双手 我道 我们不必在这里 讨论这些了 我想 邓石的手 在这里出现 一定是有道理的 他人可能 也在附近 我们去找他 胡明拉住了我 这里附近的屋子 全是宿舍 你怎能进去搜人 一听得他那么说法 我也不禁站住了脚 因为即使是 开罗大学校长 也不能任意搜寻 教授宿舍的 我想了一想 我相信这双手 还会再来 他出现 一定有目的 说不定 目的便是在地窖 我才讲到这里 地窖中便传来了 砰的一声巨响 那一下声响 十分响亮 分明是有一件 十分巨大的东西 跌到地上 所发出来的 我和胡明 向故愕然 那女管家 以面乌人色的 向外奔去 胡明连忙 又拦阻她 也就在那时候 地窖传来了 第二下声响 第二次碰的一声 不如第一下来的响 我叫道 胡明 别理会管家了 我们到地窖去 胡明被我叫住 可是刹那之间 她惊慌失措地站住 竟不知如何才好 我立即向地窖中冲去 她看到我有了行动 才跟在我的后面 地窖的门洞开住 我一走进去 便看到那两下声响 发声的由来了 在工作桌上的五具石棺 有两具的棺盖 一被打开 一具是身子的 一具是放头的 那木乃伊的身子 仍在石棺中 但是那木乃伊的头 不见了 地窖中 没有任何人 只是充满了 阴森和神秘 就在这样阴森 和神秘的气氛中 一个木乃伊的头 不见了 不知去向了 胡明像是 中了邪一样 南南道 不不 我转过了身子 扶住了他的尖头 用力地摇住他的身子 是的 是的 木乃伊头不见了 是被那双手偷走的 胡明望着我苦笑 我又道 刚才我已经向你说过了 邓石的手来你这里 是有用意的 现在已经证实 他来就是为了 偷那木乃伊的头 胡明总算渐渐地 定下了神来 他偷走了那个头 有什么用处 我摇头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曾经假定 邓石和这个已成了木乃伊的法老王 虽然在时间上相隔了几千年 但他们有共同之处 胡明又叹了一口气 道 是的 我们假定 他们的肢体可以分离活动 这实在是十分荒谬的一项假定 我沉声道 可是你见过 我也见过 胡明双手捧住头 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我将两只跌在地上的棺盖 捧了起来 那大的一只棺盖 并没有损坏 可是小的那只 又跌崩了一脚 那第二次跌崩了的一脚 是连接住我上次跌坏了的那一块上的 我在将棺盖拿起来之际 看到缺口上 似乎闪耀住一种金属的光芒 我待了一待 仔细看去 一点也不错 那是一种乌金色的金属光辉 是由嵌在石中的一小片金属片发出来的 我立即又发现 那灌盖是两块石片小心地合成的 而那片金属片则被夹在中间 那两片石片合拢的动作 做得十分精巧 若不是跌破了 露出了被夹在当中的金属片的一脚来 是绝不容易发现石中另有乾坤的 我连忙抬起了头来 向胡明招了招手 你来看 胡明站了起来 来到了我的身边 当他看到了石棺的盖中 竟夹有一片金属片石 他也不禁为之 抖得呆了一呆 我问道 那是什么 他道 先弄出来再说 我们是图撬开合在一起的石片 但是却做不到这一点 于是 我们只好用锤子将整个关盖打碎 我们的动作十分小心 不多久 我们就将上面的石片打碎了 但是金属片还是紧贴在下面的石片上 我们再砸碎了下面的石片 又铲去了 粘在金属片的石碎那两块石头 是以一种粘性强烈的惊人的东西 交合起来的 那种粘性如此之强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 我没有法子知道 那块金属片 月末有一英尺见方 很薄 闪住乌黑色的光芒 看来像黑色的圆母片 十分坚韧 用手指扣上去 发出一种奇异的枪枪声 等到金属片完全取出来之后 我们立即发现 在金属片向下的一面上 刻满了一种奇异的文字 我看到胡明 聚精会神的在 研究住那金属片上的文字 以为金属片的秘密 立即可以揭晓 因为胡明是埃及古代文字的专家 他应该可以认得出 金属片上的古怪文字 可是我的估计错了 五分钟后 胡明抬起头来 他的面上一片茫然 魏斯里 这是什么文字 我绝未料到 他会有此疑问 当然答不上来 我从来也未曾看到过 这样的文字 我甚至不以为那是文字 而以为那更接近花文 我摇了摇头 问你啊 如果是埃及古代的文字 你应该认得 胡明道 自然 如是埃及古代的文字 我一定认得的 可是它不是 我的心中 忽然又一动 在那片刻间 我又起了一个 十分奇怪的念头 放置木乃伊头的石光盖中 有株这样的一片金属 那是一个秘密 如果这光盖 不是被不小心 在地上跌了两次的话 那么这片金属片 可能永远不被发现 而那个木乃伊头 失踪了 那和光盖中的金属片 是不是有着某种联系 譬如说 假定木乃伊头 是邓石倒走的 那么会不会邓石知道 有这样的一具木乃伊 又知道 木乃伊头部有秘密 但却不知道秘密何在 他的双手便倒走了 木乃伊的头 而未曾留意光盖 当然这一连串全是假定 然而一连串假定 却也说明了一点真实的情形 那便是邓石仍是事情的主角 我将自己的假定 对胡明说了一遍 胡明沉思了片刻 你的假定很有理由 如今我们的当务之急 便是找到邓石这个人 可是他讲到这里 顿了一顿 不再讲下去 事实上他不必说 我也可以知道他要讲什么了 他是想说 可是我们怎样找到他呢 我道 若然我的假定不错 邓石是想在这具木乃伊上 得到什么秘密 如果他未能得到 他一定会再度前来 胡明亥然道 他的手 我点头道 是的 我们等住他的手 他的手来了之后 我们小心跟踪他们 手总要回到手臂上去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他人的所在了 那女管家逃走了没有再回来 屋中变得更清静 我和胡明两人 各举一张躺椅 在低窖的门口 等候住邓石的双手 我是根据了一连串的假定 才得到邓石的双手会再度光临的结论的 如果我的假定不正确 当然邓石的双手就不会来了 我们虽然是在等候住假定的结果 却都十分认真 我几乎没有合眼 胡明也是 一直到了清晨三时 胡明才睡住了 那时候 我的睡意也极浓 我几次想 好好地躺在椅上睡一觉 但总算硬撑了下来 我一直支持 清晨四时左右 邓石的双手 果然来了 那是一种 极其难以形容的景象 一双手 来了 一双手 是那么突然的 出现在眼前 想定神看清楚时 那一双手 便已推开了门 在向内飘了进去 我一个翻身 站了起来 来到了胡明的面前 将他推行 我只讲了两个字 来了 胡明历时会议 他四面张望住 当然 他看不到什么 我低声道 已经进去了 胡明也低声道 是一双手 我点了点头 是的 一双手 胡明 这双手除了能够单独活动之外 和我们的手 可以说 没有什么不同 他不能听 也不能看 只不过 他四周围发生的事情的反应 却十分敏锐 我们在跟踪他的时候 必须十分小心 才好 当我在讲话的时候 低窖之中 便已传出了好几下 蓬蓬之声 是以胡明急道 我们难道不进去 看看他在做什么 我慢慢推开了门 我们不进去 只在门口看住他 然后 当他退走的时候 我们便跟在他后面 去找邓石 胡明显然 很难同意我的说法 因为那双手 这时 正在他的工作室中 进行住可怕的破坏 他们翻倒了好几具木乃衣 又捣乱了许多东西 然后 才又停在工作桌的 那五个石棺之上 他们在那五个石棺上 逐一地摸索住 最后 又在那个 原来是放木一头的空棺中摸住 最后 他们捧起了那石棺 那石棺 十分沉重 那两只手 居然捧起他 这使我十分惊讶 而当那双手 捧起了这只石棺之后 便向外飘来了 这是极端无可解释的怪现象 一双手 可以单独行动的手 就算它本身 是没有重量的话 石棺一定有重量 合以一双手 和一举石棺 竟能够克服 地心犀利 而悬空前进 这的确是 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们渐渐地 来到门口 然后 那双手捧住 那具正方形的 没有关盖的 小石棺出来了 我和胡明 立即跟在后面 我们跟住他 出了门口 那双手 显然没有发现 有人在跟踪他 而且 由于他捧了一具 沉重石棺的缘故 他的行动 也不像上几次 那样快捷 我们要跟踪他 并不太困难 十五分钟之后 我们已来到了 一条街上 那本 就是十分冷僻的所在 再加上 这时正是 清晨四时和五时之间 自然什么人 也没有 但是 在街边 却有一辆车停住 而那一双手 则直向那辆车子 而去 我心中 不禁紧张了起来 邓石难道 就在车中 我和胡明 望了一眼 我们一起 加快了脚步 那双手到了车旁 我们都看到 车子是空的 但是车窗开住 那双手将石棺 从车窗中 抛了进去 然后 他也进了车窗 这时候 我们都知道 这双手 要驾驶住 车子离去了 我们自然更知道 如果车子离去的话 我们徒步追踪 是绝追不上的 那是逼我们 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我向胡明一招手 我们立即 向车子奔了过去 当我们奔到 车子旁边的时候 已经听到了 车子眼情发动的声音 车子快要开动了 我已然有了打算 是准备一道车旁 立时打开车门 组上那两只手的动作的 可是 当我来到了车旁 一拉车门之际 车子却已然发动了 那双手 扶在驾驶盘上 也就在那时候 我看到了一双脚 那一双脚 在操纵住油门和其他 一双手 一双脚 没有身子 没有别的 但是对开车子而言 一双手 一双脚 也已足够了 车子促然开动 我手握在门把上 向前奔出了几步 如果我不放手的话 我势必要跟住车子赛跑 我又怎跑得过车子 然而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却不肯放手 因为我好不容易 有了跟踪 邓时的机会 若是我错过了 这个机会的话 我上哪儿 去找他去 车子越开越快 我已不能多考虑 一纵身 手从车后打开的窗子中 伸了进去 勾住了车门 身子悬空地挂住 胡鸣目瞪口呆地望住我 我立即便看不见他了 因为车子这时已转了弯 我一看车子转弯 心中便呆了一呆 我立即想到 一双手和一双脚 可以操纵车子的仪器 但是却难以避开 车子的障碍的 因为手上和脚上 是没有视觉器官的 那么 车子又何以 能恰当地转弯呢 我连忙转过头 向车中望去 我本来是 伸手勾住了车窗的 当然那不很稳 但也可以挂住我的身子 可是当我一回头之际 我的手臂不由自主一松 我便跌了下来 我在地上滚了几滚 撞在墙上 才止住了滚跌的柿子 我扶在地上 抬起头来 车子已开远了 刚才 我之所以会突然松开了手臂 跌了下来 并不是有什么力道 向我攻击 而是由于 我在向车内遗忘之下 所产生的那股京剧 我在向车中遗忘的时候 看到了邓石的头 不错 在驾驶位上 除了一双手和一对足之外 又多了一个头 看到了一双 不属于任何身体的手 本来已是触目惊心 够令人吃惊的了 但比起一颗不属于 任何身子的头来 却差得远了 而且我看到的邓石的头 他皮肤颜色之难看 是我从来也未曾看到的 那是死人的颜色 但是那却又是个活人 而且当我转过头去看他的时候 那个头也转过来 向我望了一眼 那一眼 就是令得我突然跌下来的原因 我自问不是胆小的人 但是一个人头 不属于任何身子 肤色又如此之难看 忽然向我望了一眼 这却也使我难以忍受 好一会 我才站起身来 当我站起来之后 我听到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传了过来 我几乎可以立即肯定 那是胡鸣 果然 我还未曾转动身子 胡鸣便又转过了弯 向我奔过来了 他一到了我的身边 便急急地道 怎么样 怎么样 你没有追上去吗 哎 我的意思是说 你何以从车上跌了下来了 我苦笑住 摇了摇头 心中乱得可以 胡鸣问我 为什么从车上跌下来了 这个问题 叫我如何回答才好呢 我只好到 我看到了邓石 胡鸣也知道事情绝不会就是那么简单的了 他也待了片刻 然后才道 你看到了他的什么 我握住了他的手臂 我们先回去再说 我和胡鸣 向前走回去 走出了十来步 我猜到 我看到了他的双手 双足 还有 他的头 胡鸣几乎像是在身音一样 他的头 我道 是的 一颗头 哎 胡鸣 老实说 我一生之中 看到过许多可不知己的东西 但是却再也没有比一颗活的头颅更可怕的了 胡鸣连声道 我可以想得到 我可以想得到的 我们进了校园 回到了胡鸣的家中 一起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相对漠然 的确 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们两人都被一种极其恐怖 神秘的气氛紧紧的压住 几乎连气也喘不过来 我们就这样坐住 直到天亮 当曙光射进屋子中的时候 我们仍然不想动 屋中的光线越来越是明亮 直到天色大明了 我们才似乎略为轻松了一些 我叹了一口气 我看我们应该放弃这件事了 胡鸣摇头道 不 你可以放弃 我还要继续下去 一具古代木乃伊 分为六个部分下葬 而又有一个活人 有这样的分离情形 我怎能不继续下去 我徘徊了片刻 当然 我也希望可以继续追索下去的 但是我相信 我们再也见不到 邓石这个人了 胡鸣奇怪道 为什么 我道 当我看到他的人头时 那头也回了过来 忘到了我 胡鸣不出声了 他身子震了一下 半上不出声 才道 喂 你假定他要在我这里找一样秘密 如果他仍然未曾找到这秘密 你说他会不会再来 你说他会不会再来